猫会流泪吗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 我一直在喂小流浪猫 然后流浪猫一边吃一边哭 它在感恩 它知道我对它好 如果我们用科学的一个手段告诉它 那这是一个病态的 它为什么一边吃着食物一边就会流泪 是因为吃食物的这个动作 咬合的这个动作压迫到了面部神经 从而造成了一个面部神经刺激 产生了流泪过多 这其实是一个急患 往往间也比如唾液腺出现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些 哪里出现了肿脏压迫到的神经 当然除此以外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不吃饭的时候也会流泪 而泪很汪汪的 这个时候必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一个猫猫 它总是出现了眼分明物过多 这种情况 那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一些病毒性疾病 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一些炎症压迫到的内线 或者其他一个限制盘放 所以猫猫感恩流泪 从科学上来说 是没有这个道理可以说的 从科学上我们讲的都是 哪一个问题影响到的陷阱 或者影响到的神经 判施赚的电视连接时间 或者其他人会说的